同学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23大冲刺必会考点大课堂 我是教大家学数学的刚哥 那我们来看到考点22 求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那关于这一部分呢 也是蛮重要的 你会发现基本上了 基本上每年关于这个数字特征呢 都会在,都会求解了 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小题 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大题中的某疑问 那关于数字特征呢 大家需要掌握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求他们 实际上就是求他们了 求这四个期望 方差,斜方差,相关系数 那关于他们怎么考察呢 我给大家总结了套路 就是如果求期望的话 你要看有的时候是通过什么定义 取值成长概率再求和 对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这意思 比如说你离散的 离散的求 取值什么 XI或者XK 取K的概率是什么 PK乘起来 XK乘上PK 然后再把全部加起来 再求和K从1到无穷 也就是说如果是离散的话 就是求极数了 离散的事实上很多时候是求极数 当然如果是有限的话 那就是直接求和就可以了 如果是连续的 如果是连续的 你看也是一样 取值小X 然后取小X的概率呢 等于什么 等于它 概率密度 单位长度概率 乘上这个长度 就是取这一点的概率 然后再从负无穷到正无穷 如果是连续的 就是求积分 对吧 当然这里呢 是一维的 如果是二维的求某一个呢 你就要换成二重积分了 比如说 假设是大X大Y的话 那你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 你要求这样的 假设它告诉你 大X大Y的 以致这个 大X大Y的 联合概率密度 那也是同样的 就是说 你要求大S的 期望可以怎样呢 取值小X 那取小S概率呢 其实是这样的 单位面积概率 乘上这个单位面积 这个不是X概率 要怎样呢 要这个Y 从负无穷到正无穷 对吧 那这个东西 关于Y积分 相当这样 就是求出 它在小X概率 因为 这是联合的嘛 然后你小X固定住 然后Y呢 把所有的Y叠加起来 当然这个X呢 再从负无穷到正无穷 实际上是这样 对吧 DY 然后再负无穷到正无穷 然后再DX 它是这样 这里算出来是 它取小S概率 然后再把所有的求和 那这样算出来是它了 那希望大家能理解 那清楚这个 因为期望是最重要的 你会后面很多这种 比如说数字特征 方X 斜方X 相关系数 都是要转化成期望 所以期望的 基本上是用定义求的比较多 但有的时候呢 你要算期望的时候 还可以通过什么 性质去化解 很多时候 对吧 性质去化解 或者有的呢 期望呢 你直接记住 常见分布的数字特征 那就可以了 这些常见分布数字特征 其实在前面 那七大 讲七大分布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 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一下 通过理解含义 你就可以把它记下来 所以说 我们看 期望你只要理解 不用记这些式子 这些式子特别多 对吧 甚至还要求什么 比如说乙子它求 比如乙子大X 的概率密度 对吧 然后定义了Y 等于G大X 那你求它的期望 怎么求呢 还是一样 取值 它取值取什么呢 这时候你就 不要取小Y 取什么 取GX 因为它 GX就相当于一个Y了 然后它取这个值的概率 就像大S 取小S的概率 那不就是大S概率密度 乘上DX 你看没有 然后再重复无穷 到正无穷 对吧 只要记轻 方X呢 很多时候用公式 对啊 很多时候用公式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也能把这个 就是方X的定义呢 也能知道 因为有的时候 也会涉及到它定义 方X定义是怎样的 是这样的 是说你大X啊 取值减去期望 然后误差 但是要加平方 为什么 因为防止正部抵消了 然后再去期期望 因为取这些误差的时候 这些偏差也会有概率大小 所以说要再去期望 那真正用的比较多呢 是这个东西可以划减成什么 对吧 大S平方期望减去期望的平方 就这意思 那经常是用这个公式 但方X也有性质 也可以通过性质去划减 还有就是一些常见分布数字特征 比如说它的期望 方X你也要记的 等下我们来看 对吧 这是就是你设计到这种 你要往这些方面去想 因为很多同学会说 老师我想不到 其实呢 就是你要想这个知识 然后我怎么教你的 怎么要联想到哪些方面 然后一个个去试 等到你做多了以后呢 你就直接可以定位到它了 然后斜方X当然也是公式 斜方X的公式呢 是怎样的 性质呢 等下我们来看 斜方X的公式 当然你要首先要记得它定义 它表示的是什么 大S大Y的线性关系 如果大于零就正相关 如果小于零呢 就负相关 它定义出来是这样 大S减去它的期望 然后大Y减去它的期望 然后再相乘再求期望 因为它们如果是正相关 它大于期望 它也会大于期望 如果是反相关 它大于期望 它反而会小于零 所以说把它记性 最终呢 其实算的比较多 能看又转化成期望了 又是这样的 对吧 相乘的期望减去 你直接把它这个乘开 然后再利用期望的性质 对吧 就等于它 相关系数呢 相关系数是为了防止什么呢 消除 晾缸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用不同的单位斜方 它会不一样 比如你用米 用千米得到的 会是十的 十的六次方了 会差这样的 对吧 相除 亮刚 那你要把这个单位 消除是怎样呢 它的方法就这样 比如说就这样 斜方差 除上这两个的 标准差 相乘 你看这两个标准差 相乘的话 其实就是 十的六次方了 然后正好约掉 不管你用什么单位 都一样 那知道这个套路以后呢 这样去想以后 当然你要记一些东西 你看 这些都是我刚才写的东西 方差看用公式 写方的用这个公式 相关系数用这个 你都要把它记下来 有的时候呢 这里会反应用 你要注意 你看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会反应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东西 大S平方的期望 那你要知道 它可以写成什么 方差加上期望的平方 那你啊 有的时候会反过来用了 那斜方差呢 但斜方差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到时候 它告诉斜方差 让你去求这个 有的时候 你也要能反过来 对吧 这些都是有不同的变形了 比如说你这里要求它 然后相当斜方差出现 但是你要求斜方差呢 不一样也可以变形吗 你这个斜方差 是不是也可以等于什么 等于它 都有变形的样子 比如说它也可以变形 你这个东西的 这个东西 相成的期望 本来是等于什么 如果独立呢 是等于各自期望相成看 但是呢 如果不独立 等于什么 等于它们的两个期望相成 再加上 它们的斜方差 对吧 这些变形 你要知道 因为题目很多时候 它会根据这些公式呢 告诉不同的东西 告诉它 不要乱求它 那你要会 那期望呢 有这些性质 你看这些是性质 期望的性质 可以进行化解 常数的期望 当然就是常数 它没有变 这些期望的 当然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些 它实际行 就是平均值的一个拓展 最可能取的那个东西 所期望的那个东西 所以你C的话 始终是常数 那它就是C 然后这个 大S随机变量 乘个C 那它期望也会成C 可以想象吗 你比如说 你期望是 利润是100 对吧 然后你可能 成了一个倍数 就是那个利率翻翻了 那成了两倍 那就200 对吧 然后相应 等会看相加 这些呢就是 常数 然后数成 然后这是相加 对吧 加减的话 等于各自期望相加减 这个没有独立性 都是这样了 这个其实不太好证 你就把它记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 相成的期望呢 会如果独立 都有等于各自的期望相成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 如果这个两个东西相成 对吧 这两个独立 对吧 那它的相关系数 你可以知道 说说 它的什么呢 因为大家是独立 就可以推出 它们的联合概率密度 等于边缘的概率密度 相成 等于边缘的概率密度相成的话 你看你求这个期望 取值什么 小还是小Y 取这个概率呢 联合概密度 DS DY 然后 负乎穷到正乎穷 负乎穷到正乎穷 但是呢 由于这两个独立 你看就可以怎样呢 负乎穷到正乎穷 负乎穷到正乎穷 XY 对吧 那你就可以写成什么 这两个相成了 负乎穷到正乎穷 看X乘上它的概率密度 DS 然后再负乎穷到正乎穷 Y 大Y 小Y DY 对吧 那这个东西你看 不就是大S的期望 乘上大Y的期望吗 是吧 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个 注意一下 独立 这些性质你都要记住 对吧 数乘 加减 乘法 然后方差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有哪些性质 也是按同样的一个次序 你看你记东西呢 要按一种规律去记 就是数学呢 其实要记蛮多东西的 对吧 因为你要做T快的话 一些结论 一些提型的方法套路 你必须要记的 然后方差的话 你看 常数的话方差就零 没有偏差 方差其实就有偏差 但是那个偏差 要加平方 然后C倍等 那你因为有平方 你要知道 你看大S减去希望 夸到平方 你都C倍的话 其实是C方 只要利用方差那个定义 你就很容易理解 或者你用方差的那个公式 对吧 你要去正也可以 你看你方差公式 它平方的期望 减去它期望的平方 那这个东西一提出来 不就是C方吗 然后它的话 是不是C方 然后那不就是C方吗 方差 但是加减呢 要注意 它是两个相加 不管是加减 都是方差相加 但是加上两倍的斜方差 对啊 这个吧 记性 这个推道 你也可以用刚才那个公式 去自己去推一下 如果你不太熟悉的话 我建议就是 你一遍没推过的话 肯定要自己去推一下 这样呢 你对这些东西 才会很熟悉了 然后 大S加减大Y呢 如果大S大Y独立的话 等于直接 因为独立的话 就是相关系 斜方差就会等于0 相关系统等于斜方差 它也会等于0 所以它就等于两个方差相加 你看斜方差类似的 斜方差 C与大S没有关系 对吧 0 大S与Y加减Z的相关关系 可以怎样呢 可以等于 对吧 可以两个各自 这个叼换 不要弄了 就是 可以各自去求相关 斜方差再加减了 这个东西 这个你要证明的 也是一样 你可以利用这个公式 你要去证明 就利用它 我这里就不证了 对吧 因为真的比较简单 然后 如果是两个数乘的话 这两个数都可以提出来 要证明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就弄个这个吧 你看 比如说这个 这个东西会等于什么 等于它 减去它 对吧 那根据 希望的性质 AB都可以提出来 减去AB 你看都可以提出来 那不就是AB 然后这两个都写方差吗 所以说这些公式呢 你看着很多 其实 之间的关系 你搞明白以后 直接就可以写了 熟练以后 那希望大家 这些性质把它记下来 除了这些性质呢 刚才说了 当然这个还有一个相关系数的 相关系数的这个性质呢 喜欢单独考 要注意一下 就相关系数 它绝对只小等于1 这个呢 你不需要去证明 然后它的等于1 或等于-1的时候呢 说明 这个大S与大Y呢 它是线性关系的概率 是等于1的 注意这个不是Low 这是概率 是P 它的概率是会等于1 如果等于1 A还是大Y 说明是正相关 如果是-1的话 那就负相关 A是小Y0的 要注意一下 另外他们呢 还有这个也经常会考 如果Low等于0 说明什么 相关系数也等于0 说明它是不相关的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在说不相关 但是要注意 不相关只是没有线性关系 能理解吧 然后等于它 这是斜方差的公式 然后这是 因为你这个 本来是它是 注意这里是加 没有了 没有减 这个又答错了 这个 加 然后再加上什么 加减 两倍的斜方差 因为你斜方差等于0 所以就是这两个相加 对吧 就可以了 然后注意一下 那通过刚才去理解 独立是两个 真的是没有关系 对吧 它们发生概率都互不影响 不相关的 只是没有线性关系 所以独立能推出不相关 但不相关的 推不到独立 在什么时候可以 本价呢 是在二维 两个大S大Y 如果它们合在一块 能满足二维 正态分布的时候 才可以 对吧 这个你要寄清 这些东西 那这些性质寄清以后呢 还有就是 一些常见的分布 数字特征 你要记得 这里指的就是 七万和方差 比如说01分布 它七万就是P 对啊 这个一看就能看出来 1乘上P 0乘上1-P 然后方差呢 你也可以去算一下 对啊 就是平方的七万减去 七万的平方 等于P乘上1-P 然后你要知道 二项分布 是N个01分布 所以是NP NP1-P 然后 波冲分布 就是那么大那么大 这个稍微难求一点 几何分布呢 是 你要几何分布 是首次成功 所做的次数 那你一次成功概率 比如说是五分之一 P就是五分之一 那要做几次 会成功一次呢 第一次成功 那不就做五次吗 1乘上五分之一 所以1乘上P 但是这个方差呢 你要记一下 等于P方分之1-P 然后 如果它满足均匀分布 那七万就是平均值 因为在每一点 取得概率都一样 那就平均值 然后 这个方差要记一下 是十二分之 B-A方 如果你要去算 就是 还是一样 你要去算它平方的七万减去 七万的平方 你要去算一遍 然后指数分布呢 指数分布是很好算的 这个指数分布 你经常会要用到什么 这个经常会用到这个 几分 0到正无穷 xn 次方 1的负xds 等于多少呢 n的阶层 也就是波松积分 这在前面讲解的时候 说了两个积分 你要记得 说说 波松 这不是波松积分了 这是 干嘛函数的 波松积分是那个 除了这个 还有个什么 负无穷到正无穷 1的负x 次方 ds 等于根号派 这个是波松积分 对吧 这个是 其实是 干嘛函数 干嘛函数的一个特殊样子 是n的 那个n等于n 等于整数 那比如说你要算的话 用这个算就非常快 指数分布 我们来看 对吧 指数分布的话 你看这个 大压师盘的指数分布 它的 该密度 就是n的 e的负n的x dx n的x大于0了 然后其他呢 是0 然后你要求他期望 你看 求他期望 非常简单 取值x 乘上它的概率 概率密度 乘上dx 然后再 0到正无穷 你看 这里是n的x 把它当n的x 这里可以凑一个n的x 那这里要n的分之1 而这个就是t 1的负t dt 那不就是n等于1吗 那不就是n的1吗 对吧 如果你要求方差 也很简单 就求他平方的期望 今天期望的平方 那平方的期望呢 也很容易算 你看 0到正无穷 x方 n的1的负n的x dx 那你要凑出n的x呢 这里要凑一个平方 这里要凑一个n的x 那说明前面要乘个n的方分之1 那这不是 相当什么 像x 2次方乘上1的负n的x 那不是2的阶层吗 那那么方分之2 所以说呢 它就会等于什么 那么方分之2 减去什么 7万平方 那不就是那么方分之1吗 所以这些东西呢 你都可以算出来 对吧 唯一的就是什么呢 这些离散的 其实比较难算 所以说 等下我们来算一个 对吧 下面这道题就是离散的了 离散的就算极数 对吧 你看求期望的话 离散的 你会发现算极数 然后连续的算积分 积分呢 反而比较容易 这四个其实比较难算一点 但是呢 事实上你不需要算 对吧 你只要把它记住 然后直接用就可以了 然后记住这几点 第一点是定义 定义期望的定义非常重要 还有有方差定义比较重要 然后其他 你会发现用公式 以及用性子 另外就是常见的数字 分布的数字 那你要记得 那知道这一点以后 你做的题呢 就会比较得心应手 对吧 你有这些储备 就很多同学说 嗯 他做题老是不会 对吧 我觉得第一个呢 可能是你的知识储备 可能没有到位 就是有的东西你不知道 然后知道这些 有了这些知识储备以后呢 你相应的 比如说考Guy 你知道知道他会考哪里 考题型的 你要知道 具体是怎么来做 对吧 然后如果说 有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呢 你不太会 那没有太大关系 对吧 因为太技巧的东西 你没见过的话 你是很难想到的 这只能是什么 通过你不断做题 记了以及听课 去掌握到了 那下面来看 这个是这样的 他说实验成功的概率 为四分之一 失败的概率为 四分之三 失败概率为四分之一 然后独立重复 实验 直到什么 然后这里也写出了 直到 成功为止 求实验次数 大S的数学希望 这个呢 其实就是做 博努力概型了 博努力实验 对啊 然后 但是成功 哦 这里 他这里写错了 这个题了 我改一下 对吧 独立重复实验 直到成功 两次为止 成功 两次为止 然后让你去求 这个实验次数 大S的 如果是成功 直到成功为止 那这个就不用做了 直到成功的话 那就是 你会发现 就是我们的几何分布 对啊 几何分布的话 那就很容易 太容易了 对啊 就相当于是 一除上四分之一 那就三分之四 我这里呢 改一下 就独立重复实验 直到成功 两次为止 然后求 这个实验次数 大S的数学期望 那你要求 数学期望呢 没有其他办法 基本上是要用定义 对啊 就是你要用 期望的定义 那期望的定义呢 是取值 取值你要清楚 你要知道取值 另外要知道 它取值概率 成上概率 然后再求和 那你会发现什么呢 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在说 你要知道它分布率了 你看取值和概率嘛 那不就分布率嘛 那大S的分布率是多少呢 你要求一下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离散的 离散的人看 你要成功两次 那你这个大S 取值首先肯定要取多少呢 至少做两次吧 2 3 有可能三次 有可能四次 一直下去 然后你相应的 要算出它的概率来 这个概率呢 当然由于是无限 就是用解析式 大S的NK 然后K呢 要从 2 3 4 一直开始 对啊 那什么意思呢 看直到成功两次 那最后一次一定要成功 说明前面的K次 K减一次呢 要成功一次 那就是 CK减1分之1 对啊 就是K减1取其中一次 然后 因为你成功两次 就四分之三的平方 然后失败了 四分之一的N减2 对啊 这就是它的分布率了 你就把它求到了 你把它求到以后呢 你相应的就可以来什么 你相应的就可以来求它 对啊 好 那我们相应的就可以来求它 知道它分布率 那我们就可以来求它的期望 那期望呢 注意 来 取值 乘上概率 取值是K 取K的概率呢 是CK11 四分之三的平方 然后四分之一的N减2 然后呢 这个K再从多少 可以从R到无穷 对吧 你要算这样一个东西 你看很难算 所以离散就像比较难算 但我这里可以教大家猜 对啊 大家想一下 就做一次 直到第一次成功 那你要做的是三分之四 那直到两次呢 其实很容易 我都能猜到 就是R除上什么了 四分之三 那等于做三分之八 对啊 如果是做填固体 就直接猜就行了 你看 就这个 那你看我们来验证了 到底是不是对吧 验证我们的对不对 让我们来试一下 那我们现在要求这个东西 求这个东西呢 这个猜的过程呢 其实就是你一种直觉了 这种直觉呢 可以引导你 后面你做出来 检验一下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K从R到无穷 K乘上K减1 四分之三的平方 四分之一的N减2 对吧 它等于这样 等于它以后呢 我们相应的就 这个极数呢 就可以看成极数了 这个极数怎么算呢 注意这是K减2 对吧 你看这个极数怎么算 这个极数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呢 就可以这么来算 你看这里的话 我可以提出一个 四分之三的平方 然后K从R K 然后K减1 四分之一的K减2 我如果把这个 你看 把这个令四分之一的 为X吗 相当我们就要求什么 相当于求这个极数 把这个令上X 那求它 K乘上K减1 然后X的K减2 对吧 那这个很容易求了 你看是不是就等于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一项的话 求极数就会用到什么 逐向求导 逐向积分 或者拆开 对吧 那这个就是逐向求导了 先求导 因为这个东西 先积分了 你看这个东西 其实可以 连击两次 就得到XK之方 然后再求两次导 它就会得到这个式子 那你逐向求导呢 可以先什么 先求和 然后再求R界导 那求和这个简单 这是等比极数 X方除上公比 1-X 然后再除上它 那我们就可以算到 这个东西会得到多少呢 算到 当然这个你就自己 修两阶段算一下 对吧 它算出来是R 除上1-X 夸的平方 而立方 那这样呢 就可以得到了 所以原式就会得到多少呢 四分之三夸的平方 你看 这里X要注意是多少 是四分之一 那就是R除上 四分之一 你看1-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的立方 约掉一个平方 你看这里有平方 那就剩下了四分之三的 一次方 R除上四分之三 那不就是等于多 三分之八吗 看没有 这就验证了你的结果了 但是这个过程呢 其实考试是喜欢会考的 大家都注意 就是这种期望 有的时候你算不来 就是没有 不是你记住的 那你就要用 离散的就是要用什么 要用这个急速 连续的呢 就是要用我们的积分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期望的球解 用定义的比较多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你看 我们再看这套题 这套题也有一点难度 它说大事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你看这个大事 满足标准正态分布 也就是说 它的概率密度 你肯定是知道的 等于多少呢 我就直接写fx 就是根号 二分 根号二π分之一 对吧 一的负二分之x方 它是它 然后它让你求这个期望 求这个东西的期望 那求期望呢 你看这个能不能用性质 你不要乱用性质 这里乘法的话 有的同学说 把这个乘开 你要注意 这个是不能的 对吧 这里不能用性质 不要乱用 一定要把性质记轻 一个数乘 一个是加减 一个是相乘 是独立才可以 这个呢 你就没办法 如果你用不了性质 也化件不了 那只能怎样 只能用定义 对吧 定义 那就把它写过来 这个的期望 这个期望能看 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这样 取值 书写是比较好 取值就是x-2 括号平方 1的2x 然后再乘上 它取这个值的概率 它取这个值 就像大家取小s 值的概率 那就是根号 二π 1的负2分之x 方 dx 是这样吧 那这样以后呢 再从负无穷到 再求和 你看 取值乘概率 再求和 求和呢 这里就积分 那这个积分呢 怎么来算呢 这里可以有个 比较巧妙的方法 来算 看 是怎样的 负无穷到正无穷 x-2 因为这里有 一四项 所以说根本 基本上都是要配方 就1的负R分之X 可以配成X-R靠二平方 那出来正好是有E的RX 但是呢 这里会多一个什么 1的负R次方 所以你要再乘个1的平方DX 那这1的平方可以提出来 负无穷到正无穷 然后X-R靠二平方 根号Rπ 然后这里呢 其实靠理解就可以出来了 不用算了 如果同学非得去算的话 那你也可以 要算的话 那你就得用 我们的干嘛函数了 这个呢 我就不讲解了 你可以看看我之前的 比如说1000题 或者是科欧习题 我都有讲解 那这个能看 这就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 正态分布哪个 是期望为R 方差为1的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 那你看这个是X-R X-R是不是就相当于减去了它的期望 注意你这里 这里你要变化过来看了 这里X可以看成什么 是可以看出一个新的随机变化 比如说大Y 它是满足他 大Y你看 取值是X 然后减去它这个大Y的期望 你看这里是事实上可以看成什么的 如果换个字母 你不理解的话 小Y-R 就是大Y的期望 科到平方 然后根号Rπ E的负2分之Y-R DY 看取值减去期望 科到平方 在球上乘上概率 在求和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方差吗 然后这个方差等于几 因为这就相当于是 球的谁呢 大Y的方差 那大Y的方差是1啊 所以说直接出来1的平方 看没有 那这里用了一下方差的定义 用了一下方差的定义 用了期望的定义 方差的定义 那就把它给做出来了 这是一个比较 蛮典型的一个题目 你要注意一下 对啊 注意一下 如果你想不到这里呢 就会比较难做 比较难 你就要用 GAMM函数去 用那个公式去把它算出来 那这个呢 我就说到这里 下面再看 但这几道题呢 都是有一定难度的题 我们再来看 他说N个考生的录取通知书呢 装入N个信封 然后在每个信封上 随意写上一个考生的名字 和地址发出 以SN表示N个考生中 收到自己通知书的人数 求这个DSN 求这个DSN 那你看 你要求这个 这个是求方差了 方差呢 很少用定义去做 你看 虽然刚才用了方差定义去 把那个算出来 对啊 把那个期望算出来了 但这个实际上 真正求方差呢 很少用 用我们的定义了 求它的话 因为什么 因为它 等于 很多时候是用它的 期望的平方减去 期望 然后再 平方 对吧 用这个公式了 你看用这个公式 那用这个公式怎么来算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用这个公式怎么来算 首先这个SN呢 大家要学会 对吧 这种涉及到个数的 有的时候你可以怎样呢 利用技术原理 这个我在 比如说你听那个概论的 科学习地 我肯定讲过这个技术原理 就可以怎样呢 我可以把这个N个 看N个考生收到 自己通知书的人数呢 可以怎样呢 可以令成这样 比如说 令 我可以分解成一个一个 大XI 大XI 比如说等于1 怎样呢 DI个考生 如果收到 自己通知书 那就为1 没有呢 没有呢 就为0 对吧 那你就可以怎样 这个SN呢 其实就可以写成什么呢 I从1到N 大XI 相加 全部相加起来 对吧 你第二个考生收到 就加1 第一个考生收到 加1 第二个考生没有收到 加0 对吧 就可以写成这样 这样写以后呢 就是求解起来 就会比较简单 为什么比较简单 能看我们 要求 比如说你要求 他的期望 对吧 要求他的期望 那不就是 相当于求什么 求每个的期望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先算 这个大XI 他的期望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求一个 大XI 期望 他的期望呢 就是取值 你想大XI取值 要么就是1 对吧 取1的概率是多少呢 我们先算一下吧 我们先算一下 就是 大XI等于1的概率 大XI等于1的概率 就是说 这就是古典概率型了 因为你n个考生去 拿这个n个先锋 可以理解出来 对吧 那有多少种情况呢 那比如说 第一个考生拿了 第一个考生去拿 有n种情况 所以说这个算出来 肯定是n的阶层 样子空间了 对吧 那你要满足这个事 第二个考生 要拿到它入学中 那第二个考生 先拿 拿完以后 这n-1个 对应n-1个信封 那就会怎样呢 有n-1的阶层 那你会发现 是等于多少 n分之一 所以说 我们就可以怎样呢 就可以推出 这个大SI的期望 就会等于多少 1乘上n分之一 再加上0乘上 1-n分之一 那不就是n分之一吗 那n分之一的话 这个期望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期望 你看是n分之一 那总共这个就会等于多少 你看 1sn就会等于 n分之一乘上 每个都一样了 等于1 这个期望 我们就算到 它是等于1的 那等于1以后呢 你看我们相应的 再来算 对啊 再来算了 再来算什么 再来算它平方的 这个期望 平方的期望呢 这个我们会发现 还是比较难弄的 这个 那你看算到这里以后呢 这个前面这里是算到了 对吧 前面这里是算的 那我们相应的要算它 算它呢 你看就比较 比较难算了 但我们也可以来一下 对吧 看看 e的sn方 这个e的sn方 我们可以怎样呢 可以写成e的 因为它是等于 大x1 加上大x1 一直加到大xn 夸号的平方 对吧 然后又转到求期望 求期望你把这个写开 其实是什么 e x1的平方 一直加到ex2的平方 一直加到exn的平方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 它 再加上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会等于 这个呀 因为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会等于它 就等于所有的两两相乘 两两相乘的话 我们会发现是等于多少呢 就是相当i从1 我这里写一下吧 就是 1x1x2 对吧 然后再加上1x1x3 一直加下去 e的x1xn 但这样还要可以一直加下去了 最终一个呢 是什么 e的 xn-1xn 对吧 一定是这样 那这样以后呢 我们相应的就可以写一下 这个就会等于多少呢 我这个求解稍微有点麻烦 等下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它的话 因为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样 我稍微写简单 i从1到n 1的大是i的平方 对吧 然后再加上这里可以写成什么 可以从i从1到n 然后呢 z不等于i z不等于i的话 那相当可以取其他的 那相应的就 e的xixz 对吧 它可以写成这样 你看这样出来呢 这些东西呢 其实就是两两相乘了 对吧 这一出来就是两两相乘的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来算一下 那这个东西怎么来算呢 你会发现 看这里我们其实会等于什么 它的平方的期望 平方的期望的话 事实上 是等于多少呢 因为平方的期望 你想想 它只能取1和0 它平方以后呢 是不是也只能取1和0 所以它还是 取 还是这个了 还是这个 就是期望还是n分之1 你会发现呢 这个大家自己去算一下 所以说这个还是1 对吧 这个还是1 这个还是1的话 那相应的我们就是要算这里了 然后相乘的期望 那相乘的期望 怎么来求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相乘的期望 怎么来求 那么来算一下 这个相乘的期望呢 我们就可以这么来 就是说 我们要算一下它 对吧 我们先这个不写 这个我们知道了 我们要求这个期望 就是大家是爱乘 大家是戒 因为它的取值呢 你会发现 要么就是1 要么就是0嘛 要么就是1 要么就是0 那你看 这个东西呢 它取1的概率 使得 这个相当是第i个 与第界个 都收到 就会取1 如果 否则就是0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算出来 你看 这个要算出来的话 它的期望 或者说 我们先算一下这个概率 它要点1的概率是多少呢 你会发现 这两个人都要拿到 那就是说 总的样子空间是n的阶层 两个人拿到呢 n-2可以随便取 那就是n乘上n-1 分之1 对吧 那n乘上n-1分之1 它就是这个 那它的期望呢 你会发现就是多少 它的期望 就点多少 它期望就是取值乘上这个概率 那不就是n乘上n-1分之1吗 那这个求到以后呢 事实上这个就基本上OK了 那你看 这个式子就会等于多少 这个式子 我们再把这里弄过来 这个式子就会等于多少呢 这里是1 每个都是1 那就是n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总共有多少个 因为你i从1到n d也又不等于n 其实这个总共是n乘上n-1分之1 然后再总共是它了 n乘上n-1对吧 然后再乘上 n乘上n-1分之1 对刚才不小心动了 你看这个是它 那你会发现这个是多少 这是n加1 n加1你看这个就算完了 这种方法就算完了 算完了以后呢 n加上1再减去什么 再减去你会发现这个 它的期望是1对吧 总共有 它的期望是1了 然后你相应的再把它算出来 你看是多少这个 注意这个是1了 对吧 这个因为这个和刚才那个期望是一样的 是n分之1嘛 所以总共是1 这样算出来是多少 这里算出来 对吧 这里是2 这里是2的话 那我们相应的就可以得到什么了 你看 这个它的话就会等于平方的期望 减去期望的平方 你看这个平方的期望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2 对吧 是等于2 然后再减去什么 减去这个 这个期望是1啊 算出来是1 1的平方 对吧 那你算出来就是1 对吧 这样做 这个呢就是利用公式 但是呢这个求解过程是有一定难度 你看 还是转到求期望 求期望呢 还是转到它的曲子 然后对应的概率 你看要算出来 你看这个算出来是求他嘛 然后每个 曲1的概率都1分之1 所以每个的期望都是1分之1 然后再乘上n的话就是1 这里就是1 对吧 然后我们要求这里 我们再回过一遍 求他的话 那就是把它写的平方 然后再把它写开 写开以后呢 你看平方的期望和原来的那个期望是一样的 因为它平方以后 它曲子还是1和0 所以它希望的还是n分之1 这里 然后乘上n 对吧 就是1 然后注意这里呢 这里比较难求 这里你看 你要重新来 这样的通过期望的 它的曲子 因为大致来大致接着它的曲子 要么就是1 你看要么就是0 因为它要么就相乘的话 1 0嘛 那举一呢 就是第1个和第1个都要收到 都要收到 你看它的概率是n乘上n减1分之1了 那最终算出来 它希望也就是它 然后你总共有多少个呢 总共也有n乘上n减1个 就把它算完了 这就是解的过程 对吧 但是这道题呢 其实也可以怎么来解呢 我这种方法呢 也可以对吧 我会发现也可以算出来 其实你也可以这样来解 也就是说这是第一个 第一种方法 对吧 就是利用它的公式 后来我发现什么呢 我在做的过程中 我会发现也可以这么来解 就怎样呢 因为这个dsn 其实可以写成d 大s1加上大s2 一直加到大sn 对吧 那你就直接什么呢 直接就利用 方差的性质 你看也可以这样来解 求每个的方差 由于这个方差呢 因为大s1大s2大sn呢 你会发现其实就是满足零一分布 它方差你可以写出来 就是n分之一乘上1减去n分之一 对吧 你看可以自己写出来 然后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两倍的 这个斜方差 这个斜方差呢特别多 你怎么写呢 其实是这样 对吧 每个的斜方差了 那你会发现 这个写出来呢 就是两两相乘嘛 两两相乘呢 这个写出来就这样的 i 差是怎样的 i等于1 然后呢 g不等于i 你看是这样的斜方差 大s1 然后大sg 它写出来是这个样子了 你可以看出来 那你把这些 弄出来以后呢 你就可以来算了 事实上这里还是要 你看还是要变成什么呢 它 一直加到什么 dxn 然后再加上 这个东西呢 你看i等于1到n g不等于i 这个是不是可以写成 大s i乘上 大g 再减去 它的期望相乘 对吧 然后它的方差呢 我们其实知道 因为它01分布 方差就是n分之1 乘上1减n分之1 然后再有n个 对吧 它方差 你会1减n分之1 然后同样的 这里呢 这里你会发现有多少个 有n乘上 n乘上n减1 因为刚才已经说过这种 然后它的期望 因为它的期望呢 相乘 也求过刚才 就是多少 n乘上n减1分之1 然后再减去这里呢 这里你会发现 这个是n分之1 这个也是n分之1 那你就可以算出来看 这个是多少 1减去n分之1 这个呢 加上1 再减去 然后1减去 多少呢 n分之1 对吧 它是这样 这样的话 我们会发现 它就会用算出来 也是点1 对吧 最终算出来 也是点1 你看这样做也可以 这样做 那关于这道题呢 有一定的难度呢 希望大家去练习一下 那你对这种期望方式 它求解呢 这种灵活度呢 就会更加的高 就会更加高 那这道题我就说到这里 下面再看 第四个 第四个说 大X大Y大Z呢 是三个 两两不相关的随机票量 数学期望 全为1 那我们就可以怎样呢 其实就是由 提就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得到哪些呢 你看 这些东西可以得到 因为它们两两不相关的话 也就大X大Y的 相关系数就等于0 或者它们斜方差等于0 因为这个呢 等于0 它们等于0 数学期望又等于0 然后 它们的数学期望 都是等于0 方差呢 都是等于1 然后那你去求 这个相关系数 就是求它的 求这两个的相关系数 求它两个相关系数呢 事实上我们就是要求 它的斜方差 还有它们的标准差了 我们先求下 这个斜方差 对啊 因为你要知道 你要求这个 Y-Z 对吧 这个不太好写 对啊 我这个就不写了 就是先求它斜方差了 这两个东西和什么呢 和这个Y-Z 对啊 它 那你要求这个斜方差呢 就可以利用什么呢 可以利用性质 你看这里可以利用性质 来化解 这个性质可以怎样呢 因为你会发现 它们是不是可以 两两相乘呢 可以比如说 你把这里不动 这里的话就是 X与Y-Z 再减去 这个Y与Y-Z 对吧 那这样以后呢 你会发现什么呢 这个大概是与Y呢 大概是与Z能看 它的斜方差都0 这0 再减去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你会发现什么 Y与Z也是0 所以是减去它 Y与Y的 而这个就是 Y的方差了 因为你看 你把这个写开嘛 Y的平方起方 减起往相乘 那不就是 方差吗 它方差等于多少 1 负1 所以你看 这个就 求出来了 求出以下 我们再求它的方差 你看 再求一下 它们的方差 由于它们是什么呢 它们不相关 其实就可以怎样 根据不相关的 等价条件 就是它们的方差相加 然后它的方差 就是它们相加 那这个算了 等于多少呢 算出来是R R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 得 大S-大Y 与什么呢 与Y-Z的相关系数 为Low 这个Low等于多少呢 等于它 等于这个斜方差是多少 斜方差是-1 在除上 它们的标准差是 更号R 更号R 等于负的R分之一 对吧 那这个算出来就是 负R分之一了 你看 这就结束了 那这个求解过程呢 还是用到不少东西了 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题呢 也把它的性负纸 也把他的性质记轻 对吧 性质公式去记轻了 然后下面再看 第五个 第五个呢 他说 记什么 为这样一个原点 为原心的 半径为R的原 然后随机变成大S-大Y的 联合分布是在 去记上的一个均匀分布 让你确定这个大S-大Y的独立性 与相关性 那关于这个独立性呢 其实我之前教过大家比较快的 就怎样呢 因为是连续性嘛 所以我们有提议就可以得到什么 有提议得 大S大Y的联合 概率密度 密度为什么 为它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什么 因为它是这样一个语言 然后它是二维均匀的 那等于圆的面积分之一 πR方分之一 然后什么呢 其他的是零 根据这个 联合概密度我们就能判别 大S大Y独不独立 随机变量了 由于什么 由于它所取的区域是 之前说过你要等于什么 要等于一个GX和HY的函数 这个是满足的 然后所取的区域要为矩形 这是圆 所以大S大Y是不独立的 那这个不独立呢 当然你要去验证 验证的就是可以怎样呢 你去求一下它的什么 求一下它的概率密度 因为这种是大题 所以我们要求一下 大S的概率密度 等于多少呢 求变量概率密度 我们是不是就等于什么 先确定它的取值了 因为它所取的区域是这样一个圆 这样一个圆 那我会发现这个大S能取的值 取值是 -R到R -R到R 对吧 那知道它取-R到R呢 相应的再写公式 再写公式 负无穷到正无穷 概率密度 相当于它 零要概密度乘上DY 那再定线 定线呢 比如说你这个小S取了一个值 这个Y能取什么呢 能取的是不是就是 它 PiR方分之DY 是不是就是 因为这个点的话 它取小X 是不是就相当于 Y是取R方减去小X方 然后 开根号正负了 负的根号R方减去X方 正的R方减去X方 那这个出来呢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是R 根号R方减去X方 再除上什么PiR方 它是这样了 但是呢 注意这里所取的区域 其实还要注意一下 我这里稍微写的快了一点 对吧 这个东西呢 这个在这里的时候 注意X要属于-R到R 对吧 这里要不要取B了 因为这里会 有分母的 这里放到分母上也可以 然后的话 其他的呢 是0 对吧 这个算出来等于多少呢 这个算出来就是R 根号R方减去X方 再除上PiR方 看没有 这个算到以后呢 这个大Y呢 不用算了 因为是类似的了 它是什么 Y属于-R到R 其他地方呢 为0 那它呢 也会知道R根号R方减去Y方嘛 它是对称的 那你看出来什么呢 你会发现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啊 这个明显是不一样 你会发现这个 相乘 对啊 不会相等 这两个相乘不会等于它了 联合不会等于它们相乘 就可以得到什么 就可以得到它 大S大Y不独立 对吧 不独立 那就解决了 那不独立 弄完以后呢 相不相关呢 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独立能推出不相关 但是它是不独立呢 独立 能推出不相关 但不相关呢 不一定能推出独立 所以说 不独立呢 就不知道它相不相关了 有可能相关 也有可能不相关 对啊 就这个意思 那这样以后呢 我们再来弄一下 可以怎么来呢 要判断它独不独立 事实上就是要求斜方差了 求相关系统稍微麻烦一点 如果斜方差等于零就不相关 那就相当于求这个 求这个怎么求呢 你看这个求的话 不就六七万的定义吗 取值 对啊 取值是XY 然后再概率密度 概率密度呢 因为它取值只有 在那个范围内 对啊 πR方 然后DXDY 这个X呢 你会发现是多少到多少 因为对于这个区座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 就像这个了 这个圆的区 X方加上Y方 小小R方 那这个圆的区域呢 你会发现关于 X轴Y轴都对称 所以说呢 这个等于多少 就等于零 同样的道理 这个的期望 你可以算也会等于零了 还是对这个区域嘛 错 然后你会发现 它取值是小X 然后πR方 DXDY 因为这也可以看作 是大X大Y的函数嘛 所以它也等于零 既然它们都等于零 那你会发现 这个斜方X 等于零 即大X一大Y 不相关 对啊 大X大Y不相关 你看 这里就得到一个反例 就是不相关的 但是它又不独立 对吧 也就是不相关 推不到独立 那么推不到独立 它是 不相关 又不独立了 我们就把它给 求到了 对吧 就把它求到了 注意一下 对吧 这个区域呢 关于X轴Y轴都对称 所以有XY的函数 都是零 利用阿虫积分的既有性了 就可以把它弄到 那关于数字特征的 这一部分呢 希望大家听完刚刚这个讲解呢 能把握住它的重点 另外做题怎么去做 那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谢谢大家观看